枪枪三人行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位 我这个很有印象的一位女士 咱们在香港非常有名的 谭未尔 哪里哪里 哎呀 我多少个评文件 文涛你在我们香港记者当中 也是非常有名的 只是我们经常在镜头前面看着你 真的吗 多说两句 对 我也是第一次真人见你 我以往都是在电视上见你 电视上与你神交 今天是第一次跟你见面 原来咱俩神交这么多年了 我原来也是老在电视上跟你神交了 你知道我家多少个不眠之夜 我对你印象很深的是 谭未尔不仅是香港的一个很资深的新闻人 他主要是他驻北京有几年 是吧 是雅士吗 还是那时候在无线 在无线两个电视上都有待过 在北京驻北京记者 那个时候我经常在香港晚上 那个就白雪飘飘啊 看着谭未尔啊 在这个雪花当中啊 向这个香港观众报导 北京的这个新闻了解国情 了解国情 其他好几年是吧 好几年啊 整个回归前前后后 一直在北京陆陆续续的 有一次我回香港的时候 香港的海关说 谭小姐你是香港人了 我以为你是大陆人了 已经变成这样 我还以为你老家你应该是长这么漂亮 不是不能说什么话 香港人也很漂亮 香港人很你老家是哪儿的 我老家是广东的 但是我妈妈是安徽人 所以是有一点我开玩笑就说 我们是南北结合 虽然说在香港 对对香港人的印象就是出了广东省 就是北方了 对对对 反正就是南北京华嘛 现在就是东方之珠了 来了啊 这个当然你刚才讲到香港人呢 和他在大陆住过多年了 正好可以讲讲一个问题 就在这几天 我们看到澳门出事了 澳门上街了 澳门谁上街呢 澳门是导游上街 一帮导游啊 在这个街上围住了一个大巴 大巴里边呢是一个旅行团 旅行团是个辽宁 辽宁来的旅行团 然后现在说呢 是这个我看了一下这个新闻 这个旅行团的打了澳门的一个导游 好像细节情况你知道吗 细节大概这样子 因为我们在澳门也有记者 所以今天我们也一直在处理这个新闻 那整个事情呢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刚好香港刚刚也发生了一个事件 也是导游跟阿荣 阿珍到阿荣 然后呢又上了中央电视台 在全国广而告知 就搞到香港好像说那个旅游 很丢脸 那现在就轮到澳门 但是澳门呢 刚好跟香港是相反 香港出事的时候 传媒记者我们一窝蜂去拍摄 然后去报道 一开始的时候都是枪口 都是对着香港的 没有怎么样去讲那个内地的游客 直到发生了一件事情 到后来呢 是我们香港的旅行团 花了12万 我们叫做广东话叫严口费 给钱 给钱把那事情摆平了 给那个大陆的游客 给大陆游客 让他不要说 对香港就引起很大的争议 就对大陆的游客也开始有意见了 那刚好就在这么一个时刻呢 澳门这件事情发生 对香港来说 我们就有一点非常的感同身受 整一个报道出来 当然现在还是初步表面证据看起来就似乎是那个大陆团的一些团友 埋怨这个导游 晚了去接待他们就大家发生口角 然后就打起来 但是是不是那个 好像被打的那个导游说他说 他是在旁边他还不是正经的那个导游 还不是不是迟到的那个导游 他是劝价的 劝价的 结果说是内地某游客涉嫌 不光说昨天来了一下 昨天来了一下 这很无辜的这样 讲广东话还挺好玩 说你看我两边都中招 中招了 但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是反映一个怎么样问题 现在就看出我们港澳 港澳的人对跟大陆人 现在大家在心理上或者文化上 就是一种30年河东 30年河西的这种心态就出现了 那个澳门的导游非常生气的对我们的记者讲 他说啊 怎么可以你们大陆的游客 到了香港港澳地区来就 广东话就搞搞政策乱搞 就是一点都不遵守 遵守那个秩序 秩序打人 他在香港里面就起了一个很坏的头 用钱就把这事情摆平了 到了我们澳门 他说我要去告你们 在法院告不到告到中央去 对就这么这么开始来 那我怎么说这个问题就反映了一个心理上的落差 我就觉得香港大家都知道 自由行开始的时候 大家就觉得大陆的游客来到 就帮助我们香港的经济发展 然后到香港的很大的名店什么 你去进去商店 讲普通话的热烈欢迎你 对我们这种讲广东话进去 爱理不理就不理你了 连带就整一个就觉得大陆的游客 就像我们的救命恩人或者是来 我有一些朋友 内地的朋友说我到香港去什么时候去玩 我说你什么时候来 他们就开玩笑 说很顺口就出来的 我到香港去扶贫了 现在香港就贫困了 现在港澳台都是贫困地区 真是30年合同30年合计 我十几年前刚到香港的时候 我讲的这个普通话 他们瞧不起 就他们是我是被歧视的 但是现在真是反过来了 没错 文道对这事怎么看 我觉得你说导游的问题 我觉得很有趣 就是说 首先我们很多过去的背景 已经都够足够了解了 其实我相信中央台报过周 大家也都知道 就是为香港澳门常常这零团费 对不对 所以这个导游是结构性的 等于要打劫游客 对不对 因为他靠这个过活 靠这个过日子 那么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觉得有趣的是 大陆游客的反应 大陆游客他会很懂得维权 对 比如说我被欺负了 我会怎么样 我一定吵 我一定起来闹 比如说包括坐飞机也是 这也是全国文明的 在港澳台地区就是 飞机又污点了 大陆游客的特色在哪 就不下飞机了 对不对 就霸着了 血战到底 那么现在澳门这个事 出来就发现他这个维权 他不只是维权 他还权威 他的权益是用拳头来维持的 这里面这个就变成一个文化问题 就包括去台湾 那个阿里山小火车 不是打架吗 没错 最近这个我可以给你 给他报道一下 在8号发生的事情 在台湾阿里山那个地方说坐小火车 结果那次是内地游客 打内地游客都会两次打起来 为什么呢 自己打起来 争坐小火车 我看台湾嘉义那方面的人也表示说这个事 有一方面有我们自己的原因 我们这个路线的什么动线 什么规划也有问题 但是呢 另一方面 他说这个内地游客啊 大陆游客 也有这个不喜欢排队的这个现象 所以两边打起来 为了争坐这个小火车 咱们比较喜欢武斗 所以我想想 就是喜欢武斗 喜欢闹这一面啊 你可以说这是有点文化 生活习惯 大家不一样 有这么一个差异 但是我仍然觉得结构 那个前提是什么 就是为什么 他比如说要打人 或者为什么要闹 到时候收钱呢 怎么样 好在大家觉得不好 但前提仍然是 这些旅行团 这种旅行社 你的确欺负人吗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 因为这个是业内 一直都是在考虑怎么样 去解决政府 香港政府也在想 怎么去解决 我觉得除了这个旅游业的 结构性的问题之外 就如果我们从比较人性 就是我们去探索一下 文道经常就讲一些文化 人性 我们说人性这个方面去讲 我觉得两个层次 第一是我们祖国同胞 他们现在觉得自己 我要站起来 整一个人的那个 自己的性格 他们会 中国人民要站起来了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我们祖国同胞站起来了 对啊 很对 然后他们就那个意思就很强了 那香港人呢 就是我刚才讲的 在在那个 不是说我们人穷自短了 还是说香港基本上 现在香港都人穷自短了吗 不对吧 都是差不多 就是很多 他是从从那个 看钱分上 香港是这样 我看钱分上 我就忍了你 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呢 我觉得现在祖国同胞 然后而且香港都知道 香港是个法治的社会 那天那个在香港 跟那个阿荣打起来的 那个那个 那个内地游客 他说我是故意去报警 我让你们记者都来 香港记者呢 有一个特点 一叫就来 帮礼部帮亲 他不会说 因为你是香港 我就护着香港 他就觉得反而是 胳膊子往外拐的 一定觉得是香港人说 对香港记者都有这么一个理念 就是我是帮你的 不帮亲 这是很很典型的 那很值得尊敬啊 那不错 但是这一次 狗仔队也这样吗 然后呢 这个是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呢 就在香港 因为我们是法治社会 当天我觉得香港警方 他那个处理是非常好 他把两边都抓起来 两边 我们讲的比较熟一点 就各打50大阪 但是香港警方的处理 就令到香港社会比较容易接受 因为他说你是在一个公共场所 不正当行为 然后他就马上就是控告两方 两个都抓起来 然后就落案 就到法院去起诉他 那么今天在澳门这边呢 今天晚上搞不好 还会有一些跟进的行动 澳门警方也不知道怎么样 昨天我们看那个片子 他就用警车 他要把那个大陆游客先让他离开 可能他是想稀释宁人 然后呢 那些导游当就很不高兴了 就冲出马路 就把他拦住 导游就组成人链挡着 结果他那车从另一个方向跑 对 其实那个处理的手法 我觉得我不是说我们香港特别好 我是觉得可以借鉴香港警方 当天呢 你就去用一个维护公共秩序的 这么一个理由 如果说双方你是在一个公共场合打架 不管怎么说 你都应该两方面都拿一个解释 这样子会比较好 那今天还有就是说 他把那个大陆游客放走了之后呢 然后又把整一团人都走掉了 那香港呢就是那天他毕竟他都要上法庭 虽然说留下证人 对对 虽然他背后还是用花钱去解决了 可是这个问题在香港又引起了很大的讨论 有没有那个妨碍司法公正 在香港人还是对那个法治社会那个概念还是很 但是这回澳门导游还骂香港呢 说内地游客之所以动拳头 就是前一阵你们香港处理的那个太软了 就是那个形式 这很值得探讨 咱们广告之后接着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这个最近这个事好像比较多 实际以前也有 他们这个找了一条片子 就是2007年也是发生的 这么一个到港澳的这个内地旅行团 而且呢还是我的老乡 是吧 那看我们怎么维权 就跟零团废 你们河北老乡 我们河北老乡 你听听我们河北老乡怎么说啊 这是2007年的事 他们那个强迫我们那个买东西 还有强迫我们那个 呃参加别的自飞项目 要那个 要我们那个下车的时候 不让那个让我们下车 有团人声称被警员推跌和呕打 哎呦 抖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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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人坐在警车前面 阻止警察抓人 飞着了 抖着了 买一下 来 走 来 使个防豹警察 对付我们 他们又 他们这个做的对样 我们手 你没拿过武器 我明明都是上这样的旅游来了 我们回去以后 要把澳门这种丑陋的时间旋转 对 对 对 我们河北的老乡不再上澳门旅游来了 你还去澳门吗 河北老乡 澳门朋友最近还找我去 你说我去 你不能去 你别放一下河北的脸 河北的蜜香会 是吗 对呀 就是 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 就是看刚才看那个局面 你以为是他们 你们河北老乡房子给人拆签了 强拆那个阵势 你看是吧 他勾起回忆有的时候 受到一些不 这个事我是觉得人在他乡很容易有一种受伤害感 因为我对人生地不输 你比如说我要跑美国也是 你突然两个警察接住我 我就会觉得有一种特别的受伤害 这是可以理解 而且就是这个事 这个事我觉得 为什么说 所以说有时候他们说有些问题 比如说城管跟小贩打起来了 你光怪这个小贩或者光怪这个城管 这只是表面的 它背后有它的政策的原因 你比如说这次澳门的也讲 说澳门的一个导游 说是收入分两半 一半是什么工资 另一半就是必须游客得看演出 那你强迫他看演出 你说这个事情很容易打起来 接近零工资的也有 接近零工资 你包括你像这次香港讲的表面上 感觉我们这个内地游客有点扛不住腐蚀 是吗 就给一点封口费 就说算了 这事我就不说了 但是 它是免得影响以后的生意了 对 就是香港人喜欢拿钱解决问题 对 钱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了 就是这样子 你不是说香港人挺守法的 他怎么改行贿呢 这等于是 他这个他肯定他有问过法律的意见 因为现在他只是说他可能妨碍司法公正 但是因为他那个还没有上到法庭 他已经在私底下 因为我们讲 他可以说是旅行团给你一个大抽奖 或者什么的 你赢了一个 离开香港之前赢了一个大奖什么的 这个要所有东西你要上到法庭 法官说你是妨碍司法公正 那才是现在他只是一个涉嫌 但是这也可以引起一个讨论 那么我刚看这个画面 我又想起另外一件事情 其实香港游港澳游 当初中央政府推出来的时候 港澳我们大家都是非常感激 就觉得真是来救我们 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出现问题呢 其实还可以追溯到07年 也是07年 在香港有一个旅行 有一个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来香港旅行 然后他就去了一个商店 黑店 买了冒牌的名牌 然后他回去做了一个特辑 中央台播出去 当时对香港来讲是非常大的一个震惊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们有一个信念 有一个就是97年之后 我们新闻界也好 或者说香港有一个这么一个传说 就是说为了维护香港的稳定 一国两制 就是说中央民事或者暗事 有一个规定 就是说国内的传媒 对香港的事只能是报喜不报忧 我们都知道 还以为内地传媒报喜不报忧 然后不像香港的传媒就报忧不报喜 就说在香港在国内的传媒 特别是中央媒体出来的话 那个形象都是正面的 但是从有这个心理背景 所以震惊 非常震惊 07年中央台特辑出来之后 整个香港震惊 真是很难形容 我们自己当初 中央是不是改了什么策略 就感觉那是中央的声音 就不要不要下坏了 下坏了 然后还有一些报纸还写社论 就是说中央已经说 不会再把香港当做是一个掌上明珠了 你是不行的话 我还是要批评你的 就觉得整个中央的宣传政策都改了 就是说香港你们自己要好之为之 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就知道内地的媒体 不会说对香港是一面倒 尽管可能之前也根本没有这么一个规定 因为我也曾经问过一下中央电视台的一些朋友 我说你们是不是有这么一个规定 他说哪来的这么一个规定 不过是有一点文化上的默契 比如说我在大陆写专栏 怎么样 其实我写过很多东西骂香港 因为平常我在香港就是喜欢骂香港 从来没说过香港好话 但是我发现了在大陆你要骂香港是很难的 就很多媒体他还是会过滤 他仍然会觉得这个牵涉到香港 你要批评香港 这口话我说我香港人 他说还是不要啊 别别都太好 你看咱们大陆同胞多善意 就是啊 吃口瓜 吃口瓜 不只来给钱我们花 报喜不如 我听这个魏儿刚才那么讲啊 我觉得是不是香港有一种没娘的孩子的这种焦虑啊 动不动就怕不待见自己了 没有我觉得那个其实是一些很落伍的想法 就是说实在的你骂香港又有什么问题呢 香港本来就该骂 对不对 我常常觉得我们香港问题一大堆 凭什么就是要内地媒体只报喜不报忧 凭什么要让大家觉得都香港都很可爱呢 何必呢 对不对 你香港比如说说这个旅行团的事吧 你看到没有 这就是香港的问题嘛 就香港的确是有问题 这个问题更深的地方 你看到香港的什么问题呢 我们老说这有结构对不对 结构问题是什么 旅行团老收零团费 那这个但是为什么这种问题讲了这么多年止不住呢 那是因为香港唯一在管这种问题的那个机构 叫旅游业议会 旅游业议会 那个议会是个民间机构 那个机构是谁主持的呢 就是搞这些帅的旅行社 就等于这个管自己 自己人查自己 你懂啊 自己管自己 那为什么政府不肯干预呢 对啊政府为什么不干预 是因为香港从来都相信什么呢 就是市场的自律自己解决 政府不干预 结果就变成了香港其实很多行业都有类似情况 就一些行业的巨头 行业的从业人员在垄断 在制定整个游戏规则 那这个游戏规则可能从根本就有问题的 但没有人能够去解决它 而且你看像你刚才讲的 我觉得我是大陆人 我很了解有个观念上的问题 比如说啊 我们碰到了一个争执 碰到了一个问题 你知道我习惯的是什么 必须逮着它当场有个解决 你可能对于法治香港人来说 可能是觉得 咱们去打官司啊 咱们去怎么着 通过找律师或者什么 那么我觉得那个事情没人理你了 那个整一个过程太长了 没有文道刚才讲得非常好 就说香港为什么香港人自己骂自己觉得没问题 大陆的媒体一骂香港 香港就觉得天要塌下来 那么那么震惊啊 特别是中央媒体 这就是因为有一种感觉 就是说一国两制 我们好像是一个受保护动物一样 有的 对有这么一种错觉 或者说多多少少当时也信以为真是真的有这么回事 但是其实既然我们自己都能够骂自己骂得那么狠 别人骂可能更加是对我们一个很促进 所以所以呢其实内地媒体现在香港就经过07年那件事情之后 已经开始有一点猛醒了 但是呢 有两方面好的地方就是说就知道啊 现在我们祖国也不怎么待见香港了 你有你有什么问题 我代表祖国 我代表祖国 代见你们还不只代表河北人民 河北人民多来香港 另外呢就是说 有时候我们广东话就说隔壁的饭箱 就是内地的媒体骂的时候你会特别整个人就醒 注意 就特别注意 这旅游这个问题 刚才文道谈了很多 就是要我们的结构性的问题来解决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